打點板 各位好今天要跟大家討論的是打點板 打點板有非常多種不同的種類 它們各有不同的特性 如果你懂得在練習的時候選擇適當的打點板 對你的練習效果會有非常大的加分的作用 我今天簡單的介紹三種不同的款式 用這三種不同款式來對應大部分打點板的這種不同屬性 第一種打點板是最常見的打點板 它的表面上是橡膠的材質 非常的彈彈性非常好 音量適中不算大聲 另一種打點板 它的這個敲擊的部位比較像是高密度泡棉 有點QQ的音量非常小 那彈跳的手感沒有剛剛前面那種橡膠的打點板 彈跳的手感來的那麼活躍 就是打下去之後反彈的力量你會覺得稍微少了一點 再來一種打點板 是它的彈性介於剛剛前面兩者之間 但是它的手感比較脆脆的 聲音比較大 音量算是比較大的打點板 講到這裡喔 很多人會以為打點板是爵士鼓組的替代品 的確在有些時候是這樣子的 因為音量太大了 在爵士鼓上面那個音量太大了 所以你就在打點板上面做練習 但是事實上很多時候與其說這個大音量是 不要讓你的鄰居受到干擾 更多的時候其實你也要保護你自己的聽力跟耳朵 所以我們在練習一些技巧的養成過程當中 不見得需要在爵士鼓上面去敲擊發出那麼大的音量 也會增加你的聽覺的負擔 所以在練習的時候你要怎麼樣選擇 適當的打點板呢 我的想法是這樣子的 當你在一開始學習一個比較基礎的手法 應該是說 不是基礎應該是說你剛開始學習一個新的手法 你的掌握能力還沒有非常好的時候 你真正需要的是感受鼓棒跟你的手之間的連結 你怎麼樣去比方說paradito 怎麼樣去讓你的手去控制鼓棒 敲出正確的順序 你還來不及去控制音量去控制一些更細膩的一些動作 所以我覺得這樣子的打點板是非常適合你的 就是這個像高密度泡棉這樣子的打點板 軟軟的QQ的聲音非常的小 這樣子的打點板可以讓你專注在手的打擊順序跟動作上面 所以你不太需要去煩惱音量的問題 你因為至於它聽起來是什麼聲音 好像也不是在這個階段剛開始的時候你需要去煩惱的 所以你只要去專心的感受你的敲擊順序是不是正確的 那鼓棒的反彈還可不可以不要打得太死 直接年代打點板上面 就是大致上的去掌握鼓棒的彈跳程度就可以了 再來呢就是當你控制的比較穩定了 你的打擊順序大致上已經建立起來這樣子的慣性 你不會動不動就出錯 這時候你就可以採用這樣子的打點板 這樣子的打點板它的好處是 你可以開始聽得到一些聲音了 你聽得到一些敲擊聲 你可以透過這樣子的打點板 透過聽到的聲音去控制你的敲擊速度 在前數的那一款打點板 由於它很軟聲音不明確 彈跳的手感也不明確 它只是在訓練你的肢體動作 在這裡呢你可以在這款打點板 你可以聽到比較清楚的聲音 你可以開始去控制你的拍速 比方說你想要把你的paradito打在多快多慢的速度 希望以三連音六連音或者是四連音的速度去敲擊 各式各樣的練習搭配節拍器的練習 都可以在這個打點板上面得到比較好的效果 如果在前面那一款打點板去做練習的時候 你會聽不太清楚聲音 而且動作也還打得不是很明確 其實整個會亂成一團 你要同時去注意太多的事情了 注意你的右左右右左右左左左 動作順不順 你還要去注意你的拍子 是不是流暢 跟節拍器的速度是不是搭配正確 我覺得這樣子的練習會太吃力 因為你要注意太多的事情 動作順了以後再來煩惱 第二件事情 你就可以開始去好好的控制你的速度 再來我要講一下第三款打點板 第三款打點板是比較少人會使用的 通常會使用前面兩款打點板比較多 第三款打點板 是我覺得比較有音樂性的打點板 那像我覺得每一間品牌都會出類似的 略有不同細節不同的產品 像這一款它有一點點響弦的聲音 因為它內建了一些鋼珠在背板 所以敲擊的時候 這鋼珠與鋁板的撞擊聲就會有一種類似響弦的聲音 聽得到嗎 有一點點這個聲音 在敲擊的時候 就脆脆的 很像敲擊小鼓的感覺 手感也很像 那在這一款打點板上面 你會發現這樣子的打點板 它對於聲音 對於你力度的反應 表現的會非常的適度 像這一款打點板 由於它非常的彈 所以你會發現 你在小鼓上面實際上 在小鼓也好 TOM-TOM也好 實際上不會遇到那麼活潑的反彈 所以你在上面反彈的 反彈得了的高度 在TOM-TOM上面不見得反彈得了 所以這個是它的手感可以說是 彈跳感可以說是 優於爵士鼓上面的任何器材 所以相較於此 它也有另外一個好處就是 能夠讓你的這個彈跳比較容易上手 一開始一些練習彈跳 比方說PARADIDO的DIDO那兩個音 如果你想要右右跟左左大幅的使用 自然彈跳的手法去敲擊的話 一開始在比較偏軟的打點板 可能會比較難打 但是在這一款打點板上面 你就可以慢慢的去掌握 這個彈跳的手感 但是慢慢掌握到了這個彈跳手感以後 有點像是幫助你抓到感覺 但實際上在鼓組上面的彈跳 並不會那麼活潑 你可能在這樣子的打點板上面 可以得到比較跟 鼓組上面超級類似的感覺 當然它的音量 比起前速的兩款打點板來的大一點 但是又不是跟爵士鼓的小鼓一樣大聲 所以即使是你在家裡客廳 我覺得打這樣打點板 基本上都還算是可以接受 不會讓你的家人聽到快瘋掉的那種程度 那我覺得最大的好處 其實是在於它聲音帶來的音樂性 我覺得它有一點像是 除了比起前速兩款打點板 它已經開始有這種 讓我在演奏的時候有演奏一種樂器的感覺 而不是只是在演奏一個訓練的輔助工具 今天大致上就先介紹到這邊 希望這個說明對你的練習會有幫助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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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